這樣 我把它唸完 他說第六要切記 不要總想著要改變別人 大兩天鄰居家的女孩 穿短裙絲襪 那是人家喜歡 老伴做事丟三落四 那是連老行程的頑疾 就是那沒辦法改變 其實你自己很難改變 與其這樣不如來個和平共處 這樣總比對著人家指手畫腳 更讓人家喜歡 不要每個人都要嫌 你沒那麼厲害 第七個要切記 處事要大度 錢多錢少 都要爽快大度 子女買東西孝敬 也一定要說聲謝謝 把養老金花完 花好 也就是花費好也是一種智慧 該花的不要吝嗇 人死了沒花完 還不如生前開朗大度一點 第八要切記 喇喇喇喇也不是小事 你說人老了懶一點可以 但千萬不要懶在穿衣戴帽 洗刷衛生上面要整齊乾淨 別因為自己邋遢影響家庭的形象 要知道你的穿戴整潔不是個人的事 那是家庭的招牌跟子女的臉面 你自己不在乎 但很多人很在乎 第九要切記 千萬不要把家裡的東西 樣樣都存起來 像個雜貨店舊貨鋪一樣 沒用的東西就丟掉 有些東西一定要及時更新 最後不要老想著靠子女消除寂寞 根本還是靠自己 放飛是小家庭的夢想 記住小家庭想飛 即使自己獨守長頁也要勇敢面對 廣交朋友儲蓄友誼 才是老年人應當盡早做的事 這樣 當你不能走動的時候 依然可以給新朋友打個電話 去交流美好的話題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另外是有一個年輕的男網友 在D卡上面 他也寫到說 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外遇的爸爸 這是怎樣 其實他真的這個情節有點錯綜複雜 這個網友其實他今年二十七歲 可是他大概在十幾年前 他爸爸就外遇了 那時候當然媽媽還在 可是後來也因為媽媽 他是一個公司的高階主管 工作壓力很大 但是又面對了爸爸外遇的 這個打擊 所以後來媽媽就過世了 那過世其實他心裡一直有一個結 他覺得說他不太 就是一直覺得媽媽的這個過世 是爸爸害的 所以心裡面一直那個敞不開心胸 去原諒爸爸 可是這過程其實除了這個 這個原因之外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就是從小的一個原生家庭的生長過程 也對他造成很大的影響 他說以前他小時候 爸爸是會家暴的 家暴他也家暴媽媽 然後他家暴 其實媽媽曾經在過程裡面 有跟他的婆婆就是阿嬤 跟奶奶求救就是說 你兒子打我 可是奶奶的反應是說 你讓他打啊 就是說其實並沒有伸出援手 所以當時其實在家裡面 其實這樣子就是長輩 老實講這種困境 有時候也求救長輩嘛 長輩這種不問的一個狀態底下 他們變得很無助 所以媽媽只好什麼 從此之後閉嘴 也不敢跟任何親婆好友講起 那這段時 這個日子裡面 媽媽背了非常非常多的黑鍋 大家說 背什麼黑鍋 因為他爸爸外遇嘛 經常三天五天都不在家的 所以他其實很少看到爸爸 那其實一則於喜 他其實聽起來有點心痠 喜的事就是說 因為爸爸不常回家 以前會打人嘛 也沒有機會打啦 因為不回來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說很憂愁的是 因為他常常半夜呢 就會聽到媽媽在哭 因為他沒有辦法 因為阿嬤會罵他說 你們阿嬤沒回來 那是你對的啊 就是說反而還怪他 你被打 你就害怕 然後呢 老公不回來 你的錯 所以在在的都要去背負那種 他覺得這個怎麼是 我要背的那種元帥 所以那時候其實 所以元帕也很討厭這個奶奶 非常討厭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那個例子 他也是非常討厭這個奶奶 可是有一個其中 他說他們家裡面 因為媽媽大家說 人家都凹凸很重要 這個媽媽你說 那你這邊親家五十 沒有 然後你大家不挺你 那總有凹凸處吧 然後但是他說他媽媽在 這個所謂的娘家 那邊的支援系統 也非常非常薄弱 因為其實他說媽媽 就他的外公 其實是唯一比較疼媽媽的長輩 可是外公又早逝 那但是這個外婆重男輕女 所以其實相對的 對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就冷淡 所以媽媽其實唯一 其實相依為命的就是他 還有姐姐 以及媽媽自己的就是姐妹 就是他們叫阿姨嘛 所以是三個 他們是會比較close在一起的 好了 那現在話說回來是後來 其實這一個 這個媽媽過世了之後 那媽媽當然也有交代 希望說你可以就是說 當然跟爸爸保持比較好的 一個關係 那這個袁Paul有提到 他說媽媽過世之後 他反而爸爸比較常常來找他 比方說吃飯 然後聊聊天 然後那時候感覺關係有比較好 那他說其實爸爸有時候 也會給他們很足夠的零用錢 生活費 那媽媽其實老實講 有留滿多的遺產給姐姐跟他 所以他生活是不於匱乏的 那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沒有試圖想跟爸爸修復 有 可是來了 問題來了 是呢 中間就有卡一個人 一個關鍵的人 就是那個小三 然後他說其實那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個 就是如何去面對 就是當你的父親 你的爸爸 你心裡面 就是媽媽 你知道媽媽 是因為這個小三死掉的 但是你面對爸爸的時候 他的眼神在談到那個小三 那個歡愉 那個愛慕的那個感覺 那個是很痛心的 他說他永遠沒有辦法介紹 他不能理解 就是說以那個小三來講 因為這樣聽起來是 這個圓潞是有看過這個小三的 他說論外貌 論涵養 論學士 方方面面 這個小三都不及媽媽 都不能夠比較 不能相提並論的 但是他從來沒有在父親的眼神裡面 看過相同 相同媽媽的那種眼神 差太遠了 真的 他這個老婆就是會打媽媽 這個老婆又外遇 這個老婆還要死了 還要說小三比女兒更重要 所以人家說小三小三 爸爸喜歡 連媽媽也喜歡 那什麼 小三小三怎樣 人家不是經常說小三小三 爸爸喜歡 阿嬤也喜歡 有這一句 有 你不曉得喔 沒有 我不曉得 阿嬤都挺爸爸的啊 挺兒子 對 有的老婆 其實有那種很不... 那種很不... 公立 那個邏輯就是 自己的兒子跟媳婦就是有距離嘛 是... 那唐玲像爸爸會打媽媽嗎 會啊 他爸爸有外遇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的... 我是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爸爸在鄉下 他就有個原配 然後... 然後呢 我是... 就是媽媽生的小孩嘛 可是我後來我爸爸又劈腿 劈腿之後呢 我媽媽就很生氣 生氣之後他就跑了 那跑了之後呢 他就不再回來 那我爸爸為了想要逼我媽媽回來 他就把我寇留在身邊 當作人質 然後來逼我媽媽要回到他身邊 然後呢 為了媽媽也不敢說 只好回來 為了孩子只好回來 對對對 我爸爸就講說 應該是母女連心嘛 他應該會 就是心軟會回來 可是沒想到我媽媽就鐵了心 就不回來了 然後我爸爸就很氣 所以就常常就是拿我出氣 好 這個哪裡出氣 這個事情 等一下我們再聊 那崔芬 這個小孩到底要聽爸爸的話嗎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小孩 會受很多的苦 在心理上會有很大很大的創傷 第一個就是 他是家暴目睹兒 目睹媽媽被打的過程 這個對心理的創傷 就是一重創傷 再來二重創傷 媽媽又過世了 上母的創傷 第三重創傷 我會覺得要逼迫他跟小三親近 這個會覺得跟小三親近 這個部分就會引發所有的創傷 會再現 第一個就會 就是因為他才破壞了 對 我媽媽 我馬上就會想到說 小孩馬上就會想到說 我如果跟他親近 我就背叛我媽媽 對 我怎麼會跟一個 搶走我媽媽幸福的人好呢 這個我就會覺得我背叛我媽媽 再來我一看到這個小三 過去媽媽受苦的所有的經歷 就會浮現眼前 所以爸爸要逼他靠近這個第三者 其實是會讓孩子的所有的創傷都重現 所以我會感覺這個雖然他是男性 可是我覺得他創傷是很多的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不斷去連結到這一些 就對孩子其實心理各方面 其實還滿扭曲的 所以如果我是會覺得 他要不要原諒爸爸 我覺得原諒並不是一筆勾銷 因為勾不了 銷不了 是沒有辦法那麼簡單 那很多爸爸就會覺得 我又沒有背叛你 我背叛是你媽 關你什麼事 那我就覺得好多人 就是外溢者都有這種觀念 他覺得我沒有背叛家庭 也沒有背叛小孩 我背叛的是那個媽媽而已 伴侶而已 可是其實你背叛的 還是你整個家庭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那不是背叛 就是在古代那種男人 然後會覺得我一個男人 我就是很有魅力 我可以有好幾個好幾個 這樣子他覺得很正常 我爸爸比較早期是這樣 對 他不覺得這叫背叛 可是這個原諒最主要是 他不只是因為前面的成長過程 有受到這個家暴以外 然後目睹母親受的那些苦 最主要是後來其實他還肩負起 就是要照顧所謂 重度失能的父親 因為他父親後來是因為 跟小三有去激烈的爭吵之後 就昏倒 那在鬼門關走一遭 那他跟姐姐就是輪番了去照顧他 可是這時候 一定是重度失能 還差說我要小三來照顧 我要他 小三你是照啊 沒有 他是先 就是要他照顧就對了 那其實他姐弟兩個人也覺得說 那我就 你就生病嘛 那我就讓你就聽你的嘛 結果沒有想到後來 這個因為重度失能 爸爸又拍鼠豪 後來是把小三棄走了 棄走的時候每天吵 我你去把他找回來啦 我跟你講用你們姐弟去換他啦 我跟你講這句話 就是我不要你們啦 這句話其實是最 壓垮的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原諒覺得說天啊 你這種話之前是 你跟媽媽的恩怨嘛 那你打我是小時候嘛 可是最主要是目前 最新的恩怨是 你居然還是重視 小三 勝過我們姐弟耶 所以這個是他後來他覺得說 你太誇張了 所以從此之後他再也不理 不理他父親 走了之後後來只透過 他的姐姐是中間的橋樑 姐姐說需要錢 那他還是會盡他的孝道 但是他不知道 怎麼面對這個父親 你居然為了這個女的 可以不要我們 可是後來這個女的 真的還回去耶 他爸爸還是想盡辦法 把他弄回去 然後還是再三的講說 這個女的多好啊 然後如何如何 就像剛剛崔芬老師講的 他就是希望 你們可不可以接納這個阿姨 會不會太貪心了 他要子女跟這個小三 也和好 所以原諒說天啊 我要面對你 我都很難了 我怎麼 你怎麼有這麼大的這種 你哪來的自信 希望我們去接納他 這個就崔芬剛剛講嘛 他只要對小三好 那就背叛媽媽 對啊 是 那更何況 你居然說 姐弟 你們都走啦 我就是要那個小三就好 這個對子女來講 多大的那種刺傷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